好那我們接著來看每一張照片的字幕設定 比如說第一張我已經打好了BA旅行之一 然後這邊可以設定哪一種字體 剛剛複習一下 這邊可以選擇你要的字體 比如說老師選這一個 然後我設64按確定 那當然字體的顏色邊邊的顏色 這是主顏色這是邊邊的顏色 這邊都可以做一些設定 然後字進來的動作 他字進來的動作有這幾個選項可以選擇 比如說要從左邊那從右邊進來 或從上 或者從下 可以 或者漸漸的變顏色 那我就設這一個 好變大 設變大 然後自然調速度 當然這邊速度1的話是最快 如果各位把它加成2的話 可能更慢了 好 同樣的這一張也是一樣的效果 這一張也是一樣 比如說我這邊再補個顏色進來好了 好 一樣是這個補一個黃色進來 好按確定對不對 好 那動作 好 一樣漸漸的變 由左邊滑路好了 然後字的速度 改成3秒 改成3秒鐘好了 那你在改的當中各位有沒有發現 投影片的總彈度也會跟著變化 所以這邊要特別留意的 好 然後呢 這張好了 接下來就下一張 對不對 下一張每一張一樣 那我就不易做了 那當好了之後呢 我們可以按這個四波看看 預覽 我們就是所謂的預覽 好 有沒有 好 這是慢慢進來的 然後呢 這邊也一樣 因為我射2秒嘛 從左邊滑進來 對不對 他有按照我的 其他的我就沒有一一射了 所以我就沒有這樣做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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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